有我 許劉先生 然後有澳洲代表 新BC 然後加拿大代表 加珊生 然後還有紐西蘭代表 伊德台洋 還有我們馬來西亞 馬來勁 黎智英先生呢 他又不斷製造這種 Anywhere but Hong Kong的氣氛出來 連巴提雅都比香港好 他的廣告真的 其實整套東西 許劉先生的廣告 其實只是一個廣告 還有他寫highlight一句話 逃出香港系列的泰國 那位女士就跟兒子說 我跟兒子說 可以不回香港就不回香港了 這樣說 在巴提雅 是啊 其實 這樣又不成立的 如果按著他們的說法 甚至社長都說過 就算港人最愛的地方 日本也有很多大陸人 那為什麼 他又經常叫人移民日本 經常叫人買日本樓 按著他的樓梯是不對勁的 因為你如果移民日本 或者買日本樓的話 就去一個很多蝗蟲的地方 其實這麼說 我認為如果你這麼怕大陸人 你應該深入敵陣 應該去大陸 剛剛Tony Choi 發了一個樓盤給我看 他說那路真的很便宜 很值得住 40萬元就有三房 在大廈灣 核電廠 肯定沒有大陸人 大陸人都不住大廈灣 反正去日本也是為了吸更多的輻射 有些人說 是啊 福島就是這麼多 Berry媽才鼓吹大家 馬來西亞那裡是第二家園 幫我們洗腦 我們不是叫人不要移民 只不過是說 人家說移民審慎 因為真的要很多錢才行 我們是說 我們是說